歡迎繼續收看自己做Fundman 今集繼續有豐盛資產管理董事 王國英 Alex 這裡 英Sir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英Sir 上集我們講到小趨勢 你又提我們講一些旅遊達人的攻略 令我立即回去拿著月曆 看著2018年的請假攻略 即是搶提機票 最新 第三個小趨勢是什麼 我先問問你 你有沒有養寵物 我家人也有養貓 牠已經陪了我們很多年 挺乖 挺可愛 為何無緣無故這樣 問得當然有原因 因為我們第三個想講的小趨勢 就是寵物人情化 現在時代不同了 很多夫婦都不想生小孩 香港地小人多 樓價又貴 生活指數高 你現在生小孩 分分鐘養大他也不止400萬那麼少 你又要補習班 又要興趣班 你樓都供不到 你怎麼搞 但養寵物就可以填補了沒有小孩的空虛 起碼牠都不會勞氣 又不會駁嘴駁舌才算 嗯 這樣也是 我看到英Sir 你的Facebook 經常分享你那四隻貓仔 很有趣的照片 現在香港真的很多人 寧願養寵物 不生小孩 就像之前我們那一套有兩萬事竹 那兩個人住一間劏房 百多尺 都仍是要養一隻貓 就證明寵物多重要 當然了 其實不止香港 其實全世界都流行這種風氣 寵物的地位明顯越來越高 那些人對寵物用品的要求 自然也越來越高 所以如果你有留意寵物股的話 其實他們這幾年都升得很厲害 寵物股真的很少看 可否有些例子給我們參考一下 當然可以 不過香港就沒有寵物股 外國選擇了多少 我自己的分數都買過幾間 最大的一間就是IDXX 它是做這個獸醫的檢驗儀器 和試劑 它的股價去年就由六十多元開始起步 升到現在一百六十多元 其實我自己都可後悔買得那麼少 它有個行家叫做VCA 股票代號是WOOF 直接給一間朱古力生產商MASA 提出用77億美元去收購 另外還有做天然寵物食品的BUFF BUFF 還有在日本有一間衛生用品公司 叫做Gillian Unitramp 代號是8113 它一向做開衛生用品 現在都開始開課寵物用品 你看他們的股價圖都升得比較好 這個潮流都挺厲害的 寵物人性化這個小趨勢 相信會持續下去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剛剛英Sir的分析 家庭觀眾懂得做 好 今集時間暫時講到這裡 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